克鲁兹在今天前面两次打击 已经有一次遭到黄平洋的山阵 这个球再度挥棒镂空 黄平洋 非常合意的山阵的打击的克鲁兹 金碧人黄平洋 在中华职棒早期 频频引拿手的七彩变化球 压制对手 生涯69场玩头 7场玩风 对照到当今环境 几乎是很难再达到的拯救 对老球迷来说 黄平洋绝对是魏群龙 甚至中华职棒历史上 响当当的王牌先发 但随着黄平洋的1997年 转战台湾大联盟 球队也在1999年球季结束后 宣布解散 老龙民原本引引其盼 没有后继者 接班王牌位置的梦想 随之荡然无存 直到22年后 魏群龙重管一军 看到全新曙光 魏群龙队在今年的雪秀 迎来了拥有大联盟资历的 王维忠登场 欢迎王维忠 也是今年的中华职棒的 选秀状元 2020年选秀状元王维忠 顶着过往大联盟 以及首位加盟韩国职棒的 台湾球员精力 加上帅气的外形 举手投足都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打从加盟卫拳起 就被设定成对上王牌 同时也荣登 为全魏群龙22年的 一军开幕守战先发投手 然而 王维忠在中职生涯出登板 主投4点二局 失掉三分自责分 赛后因手腕淤血 下放二军调整 只出赛一场 就殷商退出一军阵容 球迷无缘在开季 就欣赏到 他上场主宰胜负的模样 但经过调整后 王维忠从5月起 已经重返先发 证明有首轮指引的实力 截至9月27日 王维忠的投球局数 在本境所有本土先发投手中 排名第四 2.61的防御率 在主投70局以上的投手中 仅次于队友徐洛希 各项数据也排在顶线位置 让他成为教练团眼中 最稳定的先发投手之一 维忠他是有旅外的经验 而且他之前在韩国 也是丢先发的 比他的实力跟经验 其实我们没有太担心啦 只是因为他上一次 丢那么多局数的时候 已经是在2018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 更加注意他的每场的状况 然后去调配他的体力 因为我们担心他那么久没有 就过那么多局 他的体力上他可能一下子 没办法复合 所以往后的一两个月 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重点 王维忠在小联盟生涯前期 主要以先发身份出赛 曾经连续两个球技 完成100局以上的投球局数 2018年转战韩国职棒NC恐龙 也主投141.2局 完成25场先发 2019年王维忠回到美职体系 在大联盟同样出赛25场 但都是后援跟板 总共只投了31局 2020年更受到疫情影响 甚至没有在职业赛场出赛的机会 在相隔超过两年 要以先发身份在职棒一军出赛 教练团势必赢加保护球队王牌 今年卫拳教练团在本土先发的调度上 刻意制定投球局数上线 除了保护向王维忠这类许久 迷在先发轮值的选手 养成年轻新秀 也是主要原因 徐洛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牛棚响出清脆的接补声 在客队练习区格外清晰 今年最快球速能达到154公里的徐洛熙 在义军的生涯初登板 先发3.2局投出11K 以三阵抓下所有出局数 为自己留下燃门可贵的记录 随即成为农队的看板球星 但过去徐洛熙动过两次 右手肘手术的伤痛史 让教练团对他极为保护 徐洛熙上半季供12场先发 现在可能我们下半球星 用球数可能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们会从每局的 用球数去做判断 像如果他今天可能 第一局丢了20几颗 然后可能第三局丢了30颗 那我们就会可能 那一天的局数可能 让他丢少一点这样子 如果他可能每球局数 控制的可能 十几颗 十几颗 我们可能试着让他丢5局 甚至6局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徐洛熙上半季供12场先发 防御率虽然维持在2.44 但在教练团严格控管 投球数的情况下 只有3场比赛投满5局 然而5月2时 联盟赢疫情评赛 却让他获得喘息空间 复赛后徐洛熙8场先发 有5场比赛投满5局 中间一度还拿下3连胜 5场投满5局以上的投球数 都控制在80球上下 9月15日更是主投6局 创下个人新高 获得高度比赛 其实先发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要很好控球 因为你没有很好控球的话 其实当你没办法拉长你的局数的话 其实对球队的伤害其实蛮大的 其实也在灌输他的观念 先发投手最重要 其实是怎么想办法的局数丢场 因为你只要把它割到5局 6局7局的话 对球队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卫权重返异军的第一年 本土先发策略以保护选手 限制投球局数为优先 9月26日 王维忠、徐洛熙完成前一周的先发轮职后 同时都被下放二军 总教练叶军章表示 养人状况进入疲劳 因此给予较多时间进行调整 本土先发只剩林子玉 还在原职当中 28岁的林子玉大学毕业后 游在社会甲组城邦队打球 随着卫权重组球队 而获得挑战职棒的机会 在2019年以第九指名被球队选进 对大多数球迷来说 纪念球季前 林子玉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但他用成绩证明自己 也有在终植生存的本钱 去年要上来一军的时候 就是有告诉自己 就是觉得说 就是很强 就是强度很强嘛 然后就是不要去害怕 就是要去面对 然后去挑 算是一个挑战 对啦去挑战他们 林子玉上个球季在二军 就是以先发为调整出赛 但12场先发 主要都是短局数投球 仅累积45.1局 防御率还高达7.54 能否压制一军强度的打者 不禁为他打上问号 但累积到现在 15场先发 在全队排名第二 在全联盟也排第四多 主球超过70局 在所有本土先发 排名第五 4.54的防御率 比比前一年 在二军时 游异许多 林子玉在场上 虽然不像三阵型的王维忠 徐洛希充满爆发力 相对阴柔的投球形态 以柔克刚同样能拉长局数 为球队做出贡献 不像洛希跟维忠 他们就是 就是很容易可以三阵打者那种投爽 我应该是属于让他们打得不好 只是我想办法攻击他们好球队 然后让他们积极出棒 然后让他们尽量打出好球 我觉得我变速的掌握度 我觉得蛮不错 因为我只要丢到利害我上坏 我可以用变速球想好球 的那种掌握性 慈玉本身有一个蛮不错控球 而且他其实变化球控制能力也都蛮好的 所以他其实可以在任何球数下 运用他的一些变化球 然后去破坏打者机的时候 让打者打不好 他虽然不是三阵型的投手 但是他各种球路的运用 其实配球方面其实都做得蛮好的 对 慧泉今年以本土投手先发出赛的场次 到9月27日为止 共有54场为各队最多 总共动员70投手尝试先发 比赛联盟之最 但3.85的防御率 对照联盟平均4.09 其实并不差 随着球技的进行 以王为中 徐若熙 林子玉为主的先发人职 也大致底定 卫权亏为超过20年后 以职棒心中身份 再度投入战场 选手经验虽然不足 但有潜力的选手 自然会展露头角 两名本土主力 今年已经展现成为 正宗王牌的架势 林子玉若能继续保持 也有机会继续卡位先发轮值 这三名投手 能斗接棒大前辈的功名成就 值得球迷期待